不管你是什么风格 你在什么情况底下才能够专心 你是整体型的分析型的 不管你是什么型的呢 这些是一些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 不管你是什么型 只要你希望你的学习有我校的话 你一定要能够专心 我有当你专心的时候你才能够学 然后我可以提到一些关于怎么样帮助我们专心 就是环境啊 当然我们学习模式就是它的环境 另外呢是跟我们生死存亡有关系的 不过我知道我学了这个课 对我的服饰会有帮助 或者是对我个人有帮助 OK 所以我就会更专心的去学 因为当然是我们的情绪 OK 那我们等到我们要花时间去消化 我们现在是吸收了很多的资料 我们要去消化 然后呢 我们要反复的温习 透过不断的重复 repetition 不断的重复 增加我们的记忆 而且透过不断的重复 也会帮助我们呢 更容易吸收 来 有没有人昨天回去真的私找一段经文故事 有啊 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 心得 领受 不断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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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讲到了 哎哟 你不要给我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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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压力了 我们把镜头对着他 我们把镜头对着他 哈哈哈哈 我卡丁了 要我这样子 来 笑我还笑了 他笑了 他笑了 没有等到分享 笑了 我是因为明天啊 我要在BB有教导 这个真言的十四章 这样我读了很多次 因为我反应比较慢的人 吸收力也比较慢 所以就读很多次了 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 他有写的 在我这边 在家 趁年年十四章 十四章 十四啊 嗯 趁年十四章 哦哦 就是 其实 在最后那几节里面呢 我都很 体会到很多东西哦 嗯 说一个来听 说一个来听 哈哈 没体会的 可以选嘛 啊 那说一个 你说你体会很多啊 很多 请你选一个来给我们分享 那么 嗯 看哪一个啊 嗯 OK 所以 因为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 离开死亡的环保 当我读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没有再注意 第二次的时候呢 也没有很注意啊 读过 几次后啊 哦我就会想说 哦 不是说啊 哦 这样讲啊 几位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全员 就是说你几位神 你就得到那个那个永生的生命哦 就好像那个啊 不断的全员 就是我们的生命不会骨干哦 那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王楼 所以我就想啊 怎样去跟他们讲啊 那些小孩子哦 所以我就想到说 哦 他们有时候他们读了 他们会困难的 就是说哦 几位神哦 啊 就有生命啊 啊 不然呢 就会死掉 他们有时候因为他们简单嘛 他们会这样想 所以我就想啊 想就要怎样去跟他们讲咯 所以我就用了好像啊 啊 其实我现在是跟你分享啊 看对不对你可以改这个啊 很紧啊 而且啊 好像说你没有啊 敬畏神 因为我们敬畏神 我们就会跟着神的律法走 所以我们就不会跌倒 也不会说啊 做出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有新的啊 神的话语呢 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神的教训 神的啊 神看着我们 然后 这个死麻的网罗呢 不如说啊 没有不幸的人就会死掉 就是说 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 来啊 啊 支持你嘛 所以你要做东西的时候呢 尤其是不三不四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会越来越多的话呢 你就会 越来越犯错的时候呢 你就会好像坐 给警察坐去坐牢那样 这个就是 不能脱离那个死亡这样子 其实还有很多的 一直想不起 看着你紧张 我都不要看你了嘛 我都不要看你了嘛 你自己看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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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也紧张了 你当初他是小半地 他也很紧张 他就是 他也很紧张 他就是寶寶了 他就是寶寶了 你当初他是小孩子寶寶 哈哈哈 哇 4比5 嗯 我是17分对的 17分对的 17分对 17的我们是19 我们19 嗯 要可以 要可以 17分对啊 老师精心会吗? OK,很好,非常好。 这一节圣经就是一个很好的,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讲道的材料。 真言比较特别,真言不像其他的书,有时候真言里面你不需要一段经文来讲整个信息,也是这样一句话,这一句话已经可以给你讲很多东西了。 确实,如果这样一句话能够从小就教导孩子去敬畏神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想你的理解是很正确的,当然不是说你敬畏神就活,不敬畏神就死,尽管绝对没有这个含义。 不过,确实就像爱琳达还分享的,当我们心中有神的话的时候,也好像今天早上我们的灵修的部分我们讲的,当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陷进罪里头,我们就不至于陷进死亡的网络。 当我们心中有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懂得敬畏神,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怕神,敬畏嘛,为之怕的意思嘛,我们会怕神,一个会怕神的人,就不敢随便犯罪。 中国人也有一句老话叫,举头三尘,有神没法。 所以我常跟基督姐妹说,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教导,比这个观念更大的提醒。 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在举头三尘之处,是在低头一尘之处,在我们的心里面。 OK,那我想真的非常好,可以就这样发挥。我想当然教这一节都真的很多东西可以教。 神的话怎么帮助我们生活坏习惯。神的话,敬畏神怎么样可以使,可以讲很多这方面的见证。 因为一个人他怕神的时候,他敬畏神,他懂得敬拜神的时候,以至他怎么样可以不犯罪,或者逃避罪。 然后前面的一句敬畏药话,生命的全缘,其实也是可以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像全缘这样子。 生命可以像全缘,你可以联想到什么? 你看到荒凳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充满喜乐,你会很舒畅,对不对。 然后你在一个很大热的天气的里面,哇,你看到一匙的水,你就很舒服了。 然后你如果跳下去游跟水,你就很舒服。 给你很舒服游喜乐,生命的全缘可以代表能力。 生命的全缘,如果按照圣经其他的观念,我们熟圣经文可以发挥, 生命的全缘可能会带来医治,可以带来医治。 生命的全缘至少使我们的生命不会枯干。 很好啊,就照你所领受的分享。 因为一段经文啊,只有当一段经文能够感触我们,感动我们的时候, 那才是一个生命的分享。 如果这只是一个知识,来读个这段经文,我去看解经书,拿到很多资料。 那一篇信息,当然你是在讲神的话,但是那不是一个生命的分享,那只是一个资料的共享。 如果我读经读到这个经文,我觉得很好,这段经文是怎样解的,我告诉你。 但是当这段经文碰到我的生命的时候,这段经文感动了。 然后我也进一步,我可以再进一步想,那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怎样经历这段经文,我有没有一些我自己的经历,是符合这段经文。 或者说我现在生命里面,有没有正在面对一些的状况,是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 然后真的让神的话来对你说话的时候。 那当你这样子再去分享的时候,你就不只是分享一堆的资料而已。 你也不只是分享一个知识,哎呀,那天我读真言啊,我发现这段经文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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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只是这样子。 那现在你在讲的时候,你在你是在做一个生命的分享。 我看到这段经文很好,好在哪里,好在他是生命的权利,正面来说他是生命的权利,负面的来说,他死我们离开死亡亡。 但是你就可以分享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怎样经历到,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权利。 你也可以分享一些你可以分享的,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怎样离开了死亡的王国。 是一种啊,可以分享一个。 是不是在这儿子,可以分享一个。 可以分享一个,要不要再分享一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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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啊,有钱没有钱的啊。 他们,有钱有钱,有钱。 还有,哪里去啊。 就是说贫穷人连淋舌也恨他 不知人朋友最多罗 因为他们又会误会的 因为没有钱 这个也有啦 比如说证言里面就是有一些句子 让人让我们清了之后觉得 账霸经常都比较同好 比如说证言里面有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出他的含义 他说早上起来去问候人的 这人要被咒诅 不知道是这人要被咒诅 还是他问候的那个人被咒诅 我也忘记这段经文在哪里 我的学生我在教这边的时候 学生曾经指出这段经文来问我 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 来回答这个问题 OK So 你打算怎么样跟他们讲这段经文 我的贫穷人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智慧的人 那么那个富足人 朋友最多 不是说他有钱的朋友最多 而是他充满知识 就是如何去跟人家讲话沟通 而了解人 体谅人 而这些贫穷人就是说 骄傲啊 养事啊 OK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们说不可以啊 可以啊 你们说不对啊 很好啊 OK 很好啊 你们说不对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 这样去啊 解惠他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他 好来 啊 如果你看上面跟上文跟下文 OK 你看上文跟下文 对 这个是他年纪 没有解恶 都在一个人口 意思是知道 最后下文就下文 因为啊 有时候跟年会好像有一个对比那样 对 所以有时候他会描述穷啊 富啊 快啊 饿啊 这样子 有时候小孩子会读了会比较 模糊不轻 这样啊 这边啊 二十呢 就说贫穷人年龄 零色的恨他 那下面二十一呢 就说 藐视零色的这人有罪 年龄贫穷的这人有负 所以有时候他们读上读下 他们会困惹的 啊 几多小孩子都是这样啊 有时候不要说他们呢 我们也会 当然也会这样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 当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呢 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理解呢 啊 当然像刚才第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 比喻啊 也 也 也是可以这样子用来 啊 教导 OK 是指到知识上的评成 跟知识上的富足 啊 这个 确实可以 你可以这样去引用它 但是如果你 加入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 那么你也可以把二十节 你就不要把二十节独立来教导 你就要把二十节二十一节 联合起来教导 那么二十二十一节 本身又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 就二十节本身有一个对比 啊 凌穷的人怎样 富足的人怎样 但是呢 你看到二十二十一节呢 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对比 好 那个对比是什么呢 就告诉我们呢 这个世界的标准是 贫穷的人 灵色会跟他 富足的人 朋友就很多 OK 但是神要我们的 神要我们的 神要给我们的新意识 无论我们的灵色是 是穷人还是什么人 我们都要什么呢 尊敬你 就是不能藐视他 而且要怜悯他 藐视灵色的这人有罪 所以不管你的灵色是什么人 你都不能藐视他 你藐视他 就是有罪了 所以上面说贫穷人 你灵色也恨他 如果你因为你的灵色贫穷 你就恨他的话 那你有罪了 你就是在藐视他 那怜悯凭穷的 这人有福 所以世界的标准是一个 神的标准是另外一个 这也是一个的对比 那么一旦有对比的时候 就有信息可以分享 这是其中一个原则 有对比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一个信息来分享 而且对比的中间 就是一个信仰的表达 神也可以把二十二十一节这样子来对比 那我在说当然爱玲第一次讲的那个把贫穷人指为知识上的贫穷人 贫穷人指为知识上的贫穷人 那个如果我们单用一节二十节来做一个分享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放进去 OK 我们可以这样放进去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在真言的里头 一般讲到贫穷人负穷的时候 是真的是指物质上的贫穷人负穷 两个 两种分享的方法我觉得都可惜 都可惜 OK 好 谢谢爱玲第一次分享给我们很多亮光啊 今天 我接下来回去教真言 我也可以举这些例子给他们看 好 感谢主 我回去这个来临的拜二就要教真言 所以要重复重复反复的读 我们不一定能够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不过当你在重复重复的时候 就像爱玲的分享那个第一 你几节了那个 二十七 二十七 他读第一次第二次他根本都没有留意他什么 直到他你读了第几次你才开始对他有感情 应该很多次 对他读了很多次的时候 有时候是这样 因为这整张十四张一共有三十五节 你读第一次就把三十五节的细节 全部留意完来不可能 所以你一再重复读 你一再重复读 你每一次读你的眼光会停在不同的地方 你每一次读 你就会有一个新的体会 所以重复是很重要 实际上如果你今天读 明天再读 后天再读 同样读十四张 但是应该你今天的经历 明天的经历 后天的经历不一样 你发现 你对一些细节的理解 就会不一样 OK 好 感谢主 其他的不妨也试一下 回去 找一段经历真的重复到十次 十次八次 你会感觉真的是很 会有帮助的 来 好 第三 第四个 我们学习的原则是 我们会对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才会去学习 对我们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才会去学习 我们才会去容易记忆 OK 那什么东西才是有意义呢 这是因人而异的 来 因人而异的 但是当一样东西被附上异异的时候 当一样东西有意识的时候 我们才容易学 我们才容易洗手 如果一样东西是没有意识的 OK 你不那么容易洗手 OK 那么 像读圣经 同样一章圣经 每个人读同样 我今天 如果这一刻 现在说好 我们就来实际操念 从现在起 给大家 有机会 你找一个地方 读 把十四章 读十次 你才好 给我回来 去 马上去 找五分钟 十分钟 我管你 十四章 读十次才回来 你读完十次回来之后呢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分享 你发现我们这里有八个人 我们八个人的分享都不会一样 即使我们停在同一节圣经 OK 我们同样留意到二十节 二十七节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分享的角度 我们分享的领受 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小组读经 就是这样 那比如说个人读经很闷的 因为你读在读去就是那个 然后你想来想去就是这样多 但是小组读经就很不一样 OK 像今天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分享 就可以引起一些讨论 OK 那么 透过一个人的分享 我们就有亮光 OK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 八个人都来分享 八个人都读去读十四 然后八个人都回来分享的话 你知道吗 你多了七个脑袋 来帮你吸收这一张圣经 OK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当你离开这个课室的时候 不是你一个人对十四张的领受 可能感觉是八个人 加上你自己八个脑袋想出来的东西 八个生命 八个人的生命的精华 在里头 那是很丰富的 所以 小组读经是很好的 OK 意义 意义也是很重要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回馈 再有回馈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讲 不过呢 今天介绍你另外一本书 介绍你另外一本书 介绍你另外一本书叫《学习大革命》 叫或许在大众可能 没有来到 大众 OK 《学习大革命》 The Revolution of Study 也是专业的 不是专业的 华人写的 OK 这个主要是帮助孩子啦 不过里面那个学习的原则还是一样的 OK 那么这个是讲到呢 我们的脑袋的运作 它里面也有一张讲多元智能 有讲多元智能 它主要是告诉你 我们的脑子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呢 那就归纳出这些学习的法则 所以你要的话 你也可以给你试试找 我这本书是在人人书里买的 不过是那张贵 你猜这本书要多少钱 五十多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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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有没有讲贵 四十二块也不要这样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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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会给你们翻一下 你们给你们看一下 不过它里面都是彩色的品牌 OK 好 那 那是哪里要出国是 没有 这是香港出 台湾出的宇宙光 台湾啊 香港还是台湾宇宙光是 台湾 台湾 台湾啊 OK 那 那 接下来给你们分享呢 就是 新字图的学习 当这本书讲到回馈的时候呢 它就教你怎么用新字图来学习 什么是新字图呢 新字图是现在呢 很流行的一个学习的方法 有些人甚至教孩子 小孩子用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写作文 那我也不是很十分掌握这个方法 实际上你上网的话 有很多这些教导 在马来西亚里面 你也可以找到有机构教这些 不过我的经历是 我曾经用这个方法来教一般 它就是用一 它就是用图画的方式 来帮助你做记忆 跟掌握中文 或是举一个例子 你看你能不能掌握多少 能掌握多少 真的有进去要学的话 你可以上网学 你可以找 有一些人 教 我知道 西安静新闻有一个姐妹叫Margaret 她叫Margaret 她有教 她教孩子 大人要学她也可以 她应该也肯教 不过她主要是教孩子 怎么样用新字图 来写出有创意的作文 我只跟你分享我的经历 当时我就讲一个课题 叫做圣灵 所以我当时就是给我的学生一张白纸 A4白纸 叫他们打痕 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跟着我画做笔记 所以在中间写一个圣灵 在中间写一个圣灵 这是我的主题 我今天跟你分享 圣灵是谁 圣灵是谁啊 圣灵是神 圣灵是神 实际上我可以用 如果我有不同颜色的笔的话 我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来表达 所以她是神 OK 她是三位一体的意味 OK 三位一体的意味 她是有位格的神 来 那么圣灵是神 那么圣灵 我当时讲了一个就是 圣灵来是要做什么的 我当时不是这样画的 我当时的画法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的画法是照这本书所提供的 圣灵来是做什么的 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进入这里 圣灵来是有 圣灵来是让我们知罪 圣灵来是让我们知罪 圣灵来是为我们祷告 圣灵来是为我们祷告 圣灵来有很多的东西了 圣灵来是很多东西 圣灵来是很多东西 来,然后也讲到,那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哦,因为这是一个命令,因为这是一个应许,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有很多啊,很多原因啊,OK,好了,然后就讲,怎样被圣灵充满, 怎样被圣灵充满呢,你首先要认罪,你要竭尽自己,你要渴慕,你要相信,OK,然后被圣灵充满之后会怎样呢,有什么果效或者结果,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会怎样呢,你会说方言, 你会爱穿福音,可慕神的话,果日信主,OK,来,可能这里我,我当时还有讲的一个是,为什么这个圣灵充满,从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的里头呢,我知了一个点出来,叫做,什么是圣灵充满, 所以到最后呢,学生就拿着一张这样的,OK,我们叫做,心智图, 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啦,这是其中一个,一个名字啦,心智图,OK,所以到时我的学生就是拿着一张A4白纸回去,但是在那张A4白纸里头,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圣灵充满的,教导,圣灵论的一部分,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圣灵论,因为我告诉你圣灵是谁,告诉你圣灵是做什么的,OK,等等,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圣灵一个基本的圣灵论已经在里面,你就一张子, 来,实际上你一定要可以用不同的颜色笔啊,也不同的图画啊,来画,所以这是心智图,当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整理笔记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当我们在做思考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讲章有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OK, 这里有多少个要讲到,再挂啊,以后你们会有机会,今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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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四天了 所以这四天我们在学什么 我们在学学习模式 我们在去学习模式 所以我们谈到 怎样专心了 怎样专心 还记不记得怎样专心 怎样专心 怎样专心 什么事情会影响我们专心 环境 环境啦 灯光啦 我画一个light bulb 灯光啦 OK 啊 温度啦 可能我画一个 太阳 快一点 碳湿 碳湿一湿 你没有零食 哎呀 怎么来的 Burger跟水啊 哈哈哈 是 AFC 啊 啊 啊 还有什么 我们谈到 游戏 桌子有没有 我们需不需要一张桌子 嗯 桌子三角形 中间 游戏 什么 游戏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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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温度啦 OK 这个是你自己去发挥的 我只是给你看一个例子 那大家专心啦 比如说我们谈到记忆 我们怎样 我们用什么 什么帮助记忆呢 反覆 没有 我们有讲到三种 三种记忆的方式 一种是用听的 一种是用看的 一种是用动手 动手 动手 动的要动的 好了 好了 像吗 像 哈哈哈哈 动的我画一个手 哇 什么手 动的 我也可以用写 听 看 动 OK 有没有 我们讲到我们怎样 手机资料 我们有两种手机资料的方式 有没有 吸收资料的方式 是 你是分析的 还是 整体的 来 其实这里呢 我们也支出另外一个 你可以是 具体的 或者是 抽象的 抽象的 有没有 那我们怎样整理啊 我们怎样整理的 有序的 有序的 跟 随意的 有没有 我们学了一些 学习的法则 五个法则 专心 有没有 所以我就把四天的证 归在一张图里面 你就记得了 你明白吗 这只是一个大概 OK 这只是一个大概 我们这四天还学了什么 哦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真的要 如果你要的话 我们这四天也做了四次的灵修 每天灵修的重点都是神的话 神的话 好 我们第一天看 主爱集记 第二天看生命记 第二天看生命记 第二天看 一期结束 一四个 看 整理 一整理一下 整理 那边你写什么 有序跟随意 我是随便啊 你不要照着我画 好不好 你应该发回你的创意 你自己去画 我是给你知道说 我只是让你知道说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当你在整理引力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你用一张图 其实你已经概括了四天所学的东西 你明白吗 ok 好 这一本书厚不厚 厚不厚 厚不厚 但是 也算是蛮多资料的 对不对 对一些人来讲厚的 但是已经是蛮多资料了 对不对 ok 但是呢 你看这本书 这本书哈 这个作者写的将后哈 他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张这样的新字 这一张图 ok 就是他整本书的内容 这就是他开始在做思考 要怎么写这本书的时候 要写些什么内容 他就一面想一面画 这就是整本书的内容 一张图 当然他的原图肯定不会是这样小 但是 就是一张图 那可能是一张A4 paper 他可以是一张A3 paper 但是无论如何 这整本书的内容 其实就是一张图 而我们记忆呢 人的大脑最好的记忆 是用图画来记忆 而不是用文字来记忆 我们要用我们的幼脑来记忆 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 就看这一幅图 ok 好 我传下去 你们翻翻这本书 你看看这个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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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好 上车手 嗯 要去洗手间 上车手去洗手间 其实我应该带来给你们 我把刚才那个圣灵的整个图呢 变成泡坏 嗯 然后我用animation让那些胡须跑出来 嗯 讲道的时候呢 以前呢 我曾经 试过呢 准备奖章的时候这样子用 那么那个时候我学了一个叫做蜘蛛网的奖章结构 嗯 也是一个叫做李 如果没有记错就是叫李天武 还是什么 啊 这个人呢 他曾经是帮助美国军队设计 Helicopter 的人 后来他奉献 全时间奉献服事主 他写了一本 诗经讲道的书 orange color 如果你有兴趣做这样的预备的话呢 这个是可以值得参考的 但是就 他来基隆坡交马胜安排他来 我们就学了一个叫做蜘蛛网的 那个讲道的设计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中心点 嗯 比如说我的讲题是 我的讲题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好我的讲题是 啊 呃 呃 这个 好 敬畏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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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比如说我有三点 OK 我根据的经文就是 真言 十四章二十七节 十四章二十七节 所以我的 我的 比如说我的信息有三点 第一点 敬畏神的生命 敬畏神的生命是始于什么 始于一个敬畏的态度了 所以我在这里可能列我的 point 我的 point 然后可能用颜色蓝色是代表力震 绿色是代表资料 好 解释之类的 OK 所以我的 second point 那么 敬畏神 会带来什么呢 生命的圈圆 好 我要解释的嘛 生命全域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在下面呢 我就有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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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要解释什么 我可以用不同的颜色的笔 黄色笔的是什么 射笔的是什么 好第三点 远离 远离死亡的网罗 好在这边听到我有点 我就把整片奖章 放在一张纸里 当然 有些人的习惯 你在外面还是要写奖章 竹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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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可以把整片奖章 归纳 sumorize在一张图 然后你上台奖道的时候 就是带这一张纸 当时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用A5 size的纸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图 放在一张A5 size的里面 然后就带上 带上奖台的 就一张纸 但是我所有人 我送给了几张 等一下 嗯 OK 但是 你 说起来 某一个程度上 这个也是一种新制图 嗯 kind of mind map 也是这样的 同样的一个观念 OK 谢谢主 我们最后这段时间 我们就来 看看我们是什么型的 啊 相信你们都把四张的内容 看完了 啊 有没有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想问呢 看完了这四张 有没有问题想问呢 我还是不知道要归纳哪一种 不知道是归纳哪一种 啊一个一个简单的想法 就是我们把它拆开来想 什么是把它拆开来想 首先 因为它的理论本来就是两个部分的结合嘛 所以我们可以拆开来想就是说 首先我们想一想自己 当我们在吸收资讯的时候 嗯 我们在吸收资料的时候 我们是偏向具体 还是偏向抽象 像梁牧师 他很打开给我们分享 他是很具体的 OK 水罐就是水罐 瓦做的就是瓦做的 玻璃做的就是玻璃做的 直直的就是这样 OK 他不会去想背后有什么意义啊 嗯 这不是简单复杂的问题 这是我们吸收资料不同的问题而已 没有好跟坏也没有对跟错 你只是 我们只是用了不同的方法去抽 抽资料 OK 所以你觉得当你在 面对新的资讯 你在吸收知识的时候 你是趋向具体的 还是趋向抽象 不知道怎么分的话 我们就回到书里头 我们来看第12页 12页 12页 我们回到12页 OK 你不要告诉我 我两个都有 哈哈哈 OK OK 书已经解决你的问题了 我们先看13页 13页 13页就一个很 13页就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我希望可以帮助到 13页的第二段 尽管 看到那一段吗 尽管 尽管我们大家每天都在运用 具体感知和抽象感知 这两种能力 但每个人在对他们的使用上 各有侧重 换句话 实际上我们都会有用到具体 我们都会有用到抽象 只是你会偏向哪一个 来 去到下面那四个体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在概要里面 你会告诉你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运作在里头的 只是你 什么东西占主导的位置而已 OK 这就形成了他或他身上占支配地位的感知能力 比如 多数依赖与具体感知的人 在听取他人的意见时 喜欢一种直接 浅显 简洁的方式 是就说 是不是就说不是 一二三你告诉我就好 不要啰啰里啰嗦 不要麻烦 OK 也不要转弯握脚 不要给我打比喻 直接讲 好了 直接浅显 简洁 而依赖抽象感知的人 往往要从他人的谈话里 找出一些微妙的东西来 OK 它就在你的字里行间 能够听出一些 语带双观的东西 所以你是抽象呢 你是多依赖抽象呢 还是多依赖具体 想一下 想一下 你是具体的 肯定是具体的 肯定 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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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 好我们有三个具体 四个抽象 你写下来 你写下来 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地方 空子什么都好 什么位置都好 写一下 OK 好 我们现在彼此来应征一下 你同意吗 你同意你的同工对他自己的认识吗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盯就正谁的 你们同意他是抽象的吗 抽象 没有我具体的 没有没有 不是自己了 现在我要你们看看你身边的人 你同意吗 我是不是真的这样 你是不是真他们 你觉得他们讲的是不是这样 艾琳说他是抽象 你同意吗 抽象 我们同意这个 抽象 你讲你抽象 反正他是抽象 你同意 抽象 你们同意吗 人不同意你们得的确来跟他讨论 像吗 你就让他像抽象吗 不是啦 不是啦 你记不得具体了 你丁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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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的人要比较多 用他的直觉 用财字 用想象力比较多 他们总是想找出背后的原因 看到更深的东西 这样子 可以拨 好 他们 这个十三项 他没有打 他的重点是事情 并不是总是看起来是这样子 C解放 你 Lotta 他的感觉,他的感觉,他的感觉,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摸到的 他的重点是,是就是是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他比较难去挖深层的东西 去浑山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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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我 我在问女生 女时候,这样的人活得比较快乐一点 他不会知道你的生气咖啡 除非那个人直接在他的面前跟他讲,我很生气你 你就是他生气我 这什么呢 你怎么会这样生气我 你有吗 你昨天刚问我,你有生气我吗 他生气我了 你是在吗 他生气我了 我就是我 他生气我了 你自己知道吗,你认为每次人家跟你讲东西的时候,你会想很多的还是 我会想很多的 是这样吗 就是那个人跟我讲东西啊 我前面回答哈哈 可是我心里在想你讲什么了 等下来说 我一个坏习惯是什么 我回答你是哈哈 可是我一直想很多 很多东西我过几天我再问你 诶 那个不对咧 我就可能不是 我反应会比较慢 我反应会比较慢 可是我先答你先 我先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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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可是我回去想想想 我才给他答案 你会 你在一些情况底下 你还是会用具体 在一些情况底下 你还是会用抽香 但是你会比较依赖哪一种 我也是会想 不过我会比较依赖具体 但是看到我认为你是具体的 就是说有些人是比较依赖具体 就是说你一接收一个知识的时候 你很自然是先看表面的东西 就是这样 如果有人要求你 或者提你 或者引导你 你也是会去想的 诶 对哦 这东西可能背后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也会去想 不过你基本的 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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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一个 你比较依赖的就是具体 所以当你去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如果比如说你今天你去上一堂课 或者你听一面讲 或者是whatever 如果那个人他讲的东西是很具体 很简单 很直接的 你听了就会很爽 你就觉得有所领受 如果那个人讲的是一些很深的东西 转换摩脚 用很多深层的东西 让你去思考的呢 你听了回来你就觉得 你还是会思考 不过你听了回来你就觉得 不是味道 你觉得好像没有学到东西 对 可以 但是你还是会思考的 你还是会被要求 因为你被要求思考 你还是会思考 你会挑战 你还是会思考 但是那种感觉就不是这样爽 OK 抽象的人呢 去听这样的课就很爽了 哇 这种东西 哇 他又这边挑战你 想那边又挑战你 想这边又不跟你明说 问你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 哇 这种课很爽 OK 这种事 你意思是说你就比较依赖抽象 那如果那个老师是直接了当什么都 白熊头讲到明给你听 你可以吗 你也可以 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吸收 但是你就是喜欢那种 最好那个老师不要明讲的 上神学课他就跟你讲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识 耶稣可以不识吗 赎罪 赎罪 赎罪那个 跟随俗啊 什么啊 什么啊 你没有吧 他就刺激你去想 然后你就觉得很刺激了 这样的课 你就去想 反正你就幻想 哇 这个是臭香的人 是臭香的人 是臭香的人 有吗 听到不是我 听到不是我 我要人家哒哒哒哒讲我 哈哈哈哈 你讲太多了 我脑就讲不到 好像是我猜迷一样 我不行了 所以这样的话 可能你们还是变像具体的 具体的哦 还是具体的哦 不知道 你们还是变像具体的 具体的 具体的 有人也可以有很多问题问的 这不想干的 你们也要很清楚他的答案 对 这个也在乎 其实也在乎 这个是跟那个老师的互动 嗯 也看那个老师 是一个怎么的老师 嗯 OK 如果老师不具体的话呢 具体的人呢 就会一直要问问题哦 老师 你可不可以再讲 可以讲的具体一点 为什么 嗯 嗯 如果老师是很具体的 具体的人就觉得很爽哦 但是可能抽象的人就会问 老师你讲这句话 有没有别的意思呢 哈哈哈哈 你明白了 是 我想在听课的时候 问问题 那是很自然的 那么要什么东西 也是跟 也是跟那个老师的互斗 看那个老师是谁 但是 我还在讲这个 是现在是说 你自己 你在处理 处理正式 处理那些 新的出讯的时候 嗯 OK 你比较不依赖哪一个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OK 你们具体不够好 我就是问那边 应该是 没错问题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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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么代表啊 不是啊 他有什么代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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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想不出自己是什么 他们两个 你不敢两个吗 因为他讲 我们就想 哎 又好像 他说一定有一个吗 你会依赖一个 你会偏重一个 你可能两个都有 不过你会比较偏重 比较依赖一个 比较多 具体 有 懒惰思想 那么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他有什么方法 帮助我们 懒惰思想 懒惰思想是具体吗 是吗 懒惰思想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还要去想 是具体 其实我是 我就觉得说 不要用懒惰思想 来 来说 我就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是懒不懒惰思想 我懒 我是 我是 如果用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理论 来看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具体感知的表现 这就是一种具体感 它比较 依赖 具体感知 就是你直接告诉我 我比较喜欢 你直接聊他们的东西 嗯 我就不想 不想自己去想像 不一定是懒惰 不过这就是一种学习的 感知 这世界的一种的方法 嗯 其实因为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你被要求去思考的话 即使是一个具体的人 但是如果你去被要求思考的话 你还是会进行 你还是要进行思考 嗯 嗯 但生活里面也有很多的东西 你是需要思考的 不可能 你作为一个人 你不可能不思考 一定要思考 你一定会想东西的 嗯 只是说当你在跟资讯互动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说你不喜欢谜语啊 你不喜欢这些 猜来猜去的东西啊 我就会觉得你会比较的 倾向 具体 过于抽象 因为你喜欢具体的东西 什么东西摊开来 直接老板讲好了 不要让我猜猜 咕咕哈 咕咕哈 有些人就很喜欢 咕咕哈 你几岁啊 你猜一下咕哈 不要猜 我就是要发案 哈哈 我都没有一名叫 你说呢 我第一个人呢 哈哈哈哈 没说 没猜 哈哈哈哈 我第一个人呢 我第一个人说 你说呢 哎呀 哈哈哈哈 还是具体哦 可以这样的 真的 还是具体哦 是 具体哦 他就是具体 你呢 具体 哈哈哈哈 我肯定我 干明前 没有啦 因为 因为我是这样的 好像 教导的方面 你一定要给我很 focus在那边的 要不然我就 还要去想 我就拿着去想 你又怕想不对的 我想接着啊 还有什么 读书 那个行的叫我读书 我就 我今天都不说 你讲 不是啦 因为 加入你来 对你没有来这边 所以你不要 自己听他的歌很唱 哈哈哈哈 或者不是 不是给我们一个问题 我们 我们 打你 不是 打我 用文卷就可以了吗 不用我问你 文卷 你是不是做文卷 你做了文卷没有 18 18 18 不过那个是已经混合了的了 我做了 你做出来的结果 你做出来的结果 你做什么 不知道 我没有 我去做 这个是怕 喜欢用一种方式形式 在写的 为什么这样乱的 我不知道 这样不同 那种 那种 坚定果断的人和的 就是 我说 我说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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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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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把胡适抽象的 因为你两个抽象都有 抽象有序 你只是还弄不清楚自己是有序还是随而已 这件事好 你抽象有序 你也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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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两个 你也有两个 你要准备一次吗 我这样做 我现在都不会做 你的做很明显了 你这样做 抽象随意了吗 五个你都勾完了 你就很明显了 不过 当然你可以透过问其他弟兄姐妹对你 觉得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希望得到尽可能的信息 如果是你 你没有输 你也没有输 你也没有做 没有做 没有做 我没有做 我没有做 没有做 现在做 现在做 好 真的 好 对 你 geldi 谢谢大家